Hello 大家好 哇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就来到了 3 月份 那今天就让我小明小编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坛所发生的大小事 Mazda 确认将会推出 SkyActive X 直列 6 缸引擎 那在不久前外国媒体就挖出了一张图 这张图是 Mazda 未来的一个计划列表 那从这个表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除了放出他们那个传说中将会推出的旗舰房车以外 下方还有一个很重点 那就是他们有提到直列 6 缸引擎 这六个字 然后这六个字旁边还有 SkyActive X 这个字也 那这一个列表就证实了 这一个品牌他们除了将会往高端的方向发展以外 他们也将会推出这个直列 6 缸引擎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个传闻 那据说这具引擎将会是 Mazda 和 Toyota 一起合作开发的 这具引擎可能会拥有自然进气以及涡轮增压的版本 也就是说有两个版本 而且未来还可能会推出一个性能版 这个性能版它的最大马力会达到450hp 相当的厉害哦 那根据 Mazda 的计划 未来 Mazda, Lexus 以及 Toyota 这三个品牌 都很有可能会采用这具引擎 之前 Mazda 就传出说他们计划开发一款 全新的旗舰后轮房车 这个房车的定位将会比 Mazda 6 还要更高 那相信搭载这一具直列 6 缸 Skyactiv-X 引擎的 正是这一台房车了 那除了这一具 Skyactiv-X 引擎之外呢 Mazda 其实它也计划推出柴油版本的直列 6 缸 Skyactiv-D 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还不清楚这一具引擎的详细细节 除了这两具引擎之外 Mazda 也将会专注在车型的升级上 像是导入 EV 车型 24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针对现行的 Skyactiv-X 2.0 四缸引擎在进行升级和优化 看来 Mazda 在接下来几年会有很大的改变和变化 究竟这一家技术载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Proton X70 现身巴基斯坦测试 不久前 CKD 版本的 Proton X70 还在我国正式发表 那看来 Proton 已经开始他们要进军其他市场的计划了 因为在不久前 外国的媒体 也就是巴基斯坦的媒体 就捕获了他们在当地发现到 Proton X70 在当地测试的叠照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消息呢 巴基斯坦版本的 X70 将会搭载 1.5L 的三杆涡轮增压引擎 并搭配 7 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 177PS 风车扭力则是 255Nm 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我国的 X70 依然采用 1.8L 的涡轮增压引擎 而不是像巴基斯坦版本一样 采用这具比较新的 1.5L 上杆涡轮增压引擎呢? 对此 Proton 就表示 继续使用 1.8L 涡轮增压引擎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做过市场调查以后 就发现到我国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 1.8L 的引擎 多过于 1.5L 的涡轮引擎 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小排量的引擎要推动 X70 这一台车 可能会 under power 而且这一具 1.8L 的引擎它的马力也确实是高过 那一具比较新的 1.5L 的引擎的 不过对小编我本身而言 我是觉得这一具 1.8L 的 4 缸引擎 相比起 1.5L 的那一具 3 缸引擎 在 NVH 方面表现绝对是会比较好的 那说回这个巴基斯坦 其实 Proton 早在去年的 3 月 他们就已经宣布了将会在巴基斯坦设厂 生产他们旗下的车款 直接以一个 CKD 的形式来销售 Proton 旗下的车款 对于 Proton 进军巴基斯坦 你又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意见 UMW Toyota 宣布旗下的 CKD 车款不起价 最近我国除了政治新闻很精彩以外 其实本地的汽车业也是故事蛮多的 像是之前公布的 2020 国家汽车政策以外 还有一个被受大家注目的 那就是 CKD 的车价了 因为早前就有传闻传出 政府将会收紧本地 CKD 车款的政策 这就让许多人担心 接下来 CKD 新车会否起价呢? 针对这一点 Toyota Malaysia 在不久前就站出来表明说 他们旗下的 CKD 车款将确定不会起价 对此呢 UMW Toyota 总裁 Ravindam Khe 表示说 尽管因为汇率货币的波动 还是其他因素造成成本上涨 但是他们也会尽量吸收这些涨幅 以确保他们旗下的车款价格能够持续稳定 目前UMW Toyota 在本地进行 CKD 生产的车款有 Toyota Yaris Toyota Vios Toyota Rush Toyota Hilux Toyota Fortuner Toyota Innova 以及Toyota Hi-Ace 那想买这些新车的消费者呢 你们暂时就不用担心啦 至少在今年以内呢 相信这些新车他们的价格都不会有波动 而且早前呢 财政部其实就有表明说 他们将会在今年期间 也就是2020年期间呢 一旦任何 CKD 车款 是有受到这个价格上涨的影响的话 他们将会完全吸收这些涨幅 只不过现在 换了政府啦 就不知道这个承诺 还会不会继续维持下去呢 我国第三国产车计划 很可能会被推迟 那大家都知道啦 这个第三国产车计划 其实是前任首相 敦马哈迪大力提倡下所推行的一个计划 甚至在早前呢 这个第三国产车的原型车都已经 出来给大家预览了 只不过现在换了政府 那新上任的首相慕尤丁 阿丁哥啊 会不会继续 敦马的这个伟大计划呢 这个我们暂时是 无法给大家一个答案啊 我只能说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只不过 另外一个部长 那就是我国企业家发展部 部长拿都市里里端啊 之前一直在努力推行的这个 飞行车计划 这个计划呢 很大可能就会被新政府看中了 原因是什么 大家知道啦 只不过这个飞行车计划啊 说了那么久 到现在 连一个原型都还没有出来 也没有任何的细节 究竟 最终这个飞行车 会是一个什么姿态 来推出市场呢 不过我们是建议大家 或许可以先去考取一个飞行执照 很可能这个飞行车出炉的时候啊 大家就可以试试看飞上天了 去年在曼谷车展举行东南亚首发的 2020 Mazda 2 即将来到我国了吗 因为在不久前啊 网上就流传出一张疑似 我国版本的这个小改款 Mazda 2 的价格表 那从这个价格表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小改款的 Mazda 2 将会以单一车型的形式 登陆我国 只不过在规格方面 我们就目前还不清楚啦 究竟这个我国版的小改款 Mazda 2 会否比照太规顶级车型的这个版本 导入像是具有主动调节功能的 LED 头灯 还有六项电动调整 以及具备这个记忆功能的 驾驶座座椅 这些高阶的配置 这些呢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在外形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 小改款的 Mazda 2 将会导入最新的 这个 Mazda 家族式设计 拥有类似 Mazda 6 的这个车头造型 然后在内装部分呢 也是会有一些改进与提升 售价方面呢 根据这一张流传出的价格表上呢 这个单一车型的小改款 Mazda 2 它的售价从之前的9万多 举乎上涨到 103,670 令吉的这个价格 相信会有这个价格的原因 除了是配备提升以外 很大可能也是因为 这一台车是以CPU的形式 从泰国进口的关系 那这样的价位呢 你会考虑这一台小改款的 Mazda 2 吗?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这一周的新闻可能大家会很有兴趣 除了 X70 以外 其实 Proton 也是有计划 要在巴基斯坦 推出 Proton Saga 这个车型 那 Proton Saga 它身上 目前所搭载的这一具 Cam Pro VT 引擎 它的排气量是 1332 cc 可是因为巴基斯坦 它们的政策是 如果你的排气量少过1300 cc 你就可以享有税务优惠 那这一具Cam Pro 它就超过这个门槛了 也因此在这方面就相当的棘手 可是当地媒体现在就爆出 当地的 Proton Saga 将会搭载一具 CC 量为 1299 的 Proton Saga 虽然说报道中并没有指出是哪一具引擎 可是这个 1299 cc 的引擎 正好就和吉利集团旗下的其中一具引擎 符合 这具引擎它的代号为 JLB 4G 13 T 听到T 你应该就猜到是什么了吧 对 没有错 这具引擎 是一具涡轮折压引擎 而据我们所了解 吉利的这一具 4G 13 T 并没有自然进气的版本 这一个 4G 13 T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33 PS 峰值扭率是 185 Nm 在中国市场上 这具引擎是搭配 CVT 5 段输编输箱的 那这一具引擎还有另外一个高阶版本 它的代号为 JLB 4G 13 T 在导入了 Direct Injection 技术以后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155 PS 峰值扭率则是 225 Nm 看了这个输出功率 是不是感到很兴奋呢 你会希望 Saga Turbo 出现吗 那你又会希望这个 Saga Turbo 来到我国市场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新闻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 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点击那个小铃铛 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新闻内容有任何看法的话 也别忘了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咯 拜拜